哎呀太热了吹会空调 不过呢我昨天收到一个花褥的私信说这个 空调水连青稻夫都养不活 为什么能用来浇花呢 那这个空调水呢我们就没有收集起来 它其实养花是一个好东西 很多的花褥理解不了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你好浪费啊不是我们浪费啊 是我们已经安装了专业的净水设备 这个就是了 你别小看这么个东西 这一套一万多 过滤出来水呢就可以直接喝 那有的话说连青稻夫养不活 你看说养花好 最重要的点就是花 你看这个 你看这花是不是很干净 是不是你单看一个叶片的时候 就有点像翡翠像玉的一个感觉 如果用自来水的话呢 上面就会附着大量的水碱 你们也都知道啊 如果说水碱很多了呢 它就附着一层膜嘛 你像你开车也是挡风波里边一层 它就看不清路 如果说你给它挡住了 它也光合作用不利落了 你施肥什么的也不行了 你时间长了 你就像你们喝茶叶水啊 在那那的 它那个擦壶上面也解碱 所以说也不建议大家用茶叶水浇花 如果说那个水碱长时间的附着到根系上面 它就给它固定住了 它就不吸收营养了 所以说我们要用纯净水浇花 而不是说每天都用啊 尤其是我们在生产期间呢 这个叶片脏啊 或者说要面临出货 我们都会大量的使用纯净水来 如果说不用的话 就会导致叶片上贼脏 还有一个就是水碱档 你看这个就是水碱这种白白的 这里一擦就掉的这个位置 这里一擦就掉的这种呢 就是水碱了 这种不是什么好现象 如果说花儿我们家里边有这种情况呢 拿个丝毛巾或者丝纸巾给它擦一擦会更好 所以说花儿你要理解 植物呢 跟动物不太一样 水自清则无余 而养这个植物的时候 不是说天天光单纯的去用纯净水 我们也会用到各种的肥料 包括我们用到的土里面有含流 大量的矿物质 如果不含有呢 我们也会加珍珠盐 火山盐这些来补充矿物质 懂了吗 所以说人也是 人长时间喝纯水也不好 主要是喝点物量元素的 简单一盖它这个事就行了 尤其是喜酸的 你像杜鹃 山茶 枝纸 茉莉 米兰 这些典型的喜酸银花会呢 没有条件的醋煲 尽量的用纯净水 然后呢 加点矿物质的东西 或者说偶尔浇一式自来水 长时间浇一式自来水 对那些个来说是噩梦 懂这个字就行了 没听懂呢 记得点个关注 下期再给你讲 听懂了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是老华一 眼花最在意 白了 醋煲